前不見古人 後不見來者 念天地之柔柔 獨創然而替下 好了 還有些東西這麼好玩 有什麼玩? 就是看看誰願意做我的粵語正音大使 就是先到幾個月很想服務養銀公司 想我和他們編一本書 後來我給了一個名字 叫唐宋詩詞六十首 他們給了我一百十首 就叫我西靖六十首 西靖六十首很完整的 十首古體詩 三十首近體詩 二十首詞 加上六十首 就做了教陷 教陷是最難的 因為版本多 每首詩都有不同的版本 教陷了之後 我就要把六十首全部讀完 就是做一個示範 公司本身就負責物色 名人了 就聽完我的demo 所謂的示範 他們就去讀 他們讀完每一首 我都有一個講解 一個解說 有緣聽到 對詩詞 是有一種比較新的感覺 就是因為有講解 讀的時候動聽 讀的時候動聽 讀的人 都是名人 你覺得好像與眾不同 所以效果是相當不錯 你問別人 不要說是年輕 你問我們同輩 懂不懂查字典 我懂 我懂 部首 你跟著就要問 你怎樣知道那個字典讀 如果是月音 他就說明月音字典 他就跟著 如果你再追問下去 那你怎樣知道月音字典 那編者 給那個音你是對的呢 那你還是要回到最原始的 最悶的字典 最古老的那些 就是什麼切 給那個切音 你大約知道它是平定側 平定上去去入 那你還是要去看看那本東西 就是最原始的那些 你才知道它有沒有騙你 要主動看書 我記憶所及就沒有什麼 主要都是承受了壓力才做 年輕的時候是應該 學習承受一些壓力的 你不會每樣都喜歡 但是遇到一些喜歡的 就會主動去做下去 比如說文學那方面 就喜歡多些 於是就會看小說 到了中學就開始看那些 什麼將回小說 三國演義啊 西遊記那些 那些很吸引的 其實 當然還有武俠小說 那些就不用人逼的 自己會做的 到了後來我自己 又喜歡讀一下 比如說外國的劇本 Shakespeare Shakespeare平時用不著 用來刁書包 但是你也要看的 那就是因為少少壓力 就造就到你的興趣 選舉 那些字幕有些人 就知道 那些人 真正很誇張 感谢观看